这个念佛人 命中之后 往生 佛来戒阴 佛不戒阴 极乐世界在哪里 你找不到我 一定 佛来戒阴带你去 戒阴的身 这个佛像 什么有一定 你喜欢什么神 他就献什么神 于是 我们就要 注意到 我们平时供佛像 选择 我们喜欢的 那么这一尊佛像呢 我们一生 供养它 就供一口 现在 科学技术发达 我们离开 加里佛堂 把这张佛像 照成照片 随身带 每一天 每一天 早晚 做扩宗 就看这个佛像 看成习惯了 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的戒业 跟这个像一样的 我天天想它 天天念它 终于把它念来了 它不会献别的像 跟你所供的像 完全一样 感应嘛 这个像来 借引你 借引你 一定带着莲花 我们 真正发心 念佛求生 净土 发这个心 极乐世界 切保持里面 就长一朵莲花 这个莲花上 有我们自己的名字 观无量寿 讲让说的 说的很详细 一点都不错 那么我们往生的时候 这个花开了 花一开 佛就知道了 会拿着这个花 来借引你 你 坐上莲花 花呢 又喝了 你在莲花里 在莲花里产生 变化 这个变化 可大了 我们这个肉身 变了 变成 发心身 我们的心 变了 我们的身 是阿赖耶的相分 我只想想 我们的念头 是阿赖耶的 转向 在莲花里面 转八十 成四支 这 感谢阿弥陀佛 这完全是 阿弥陀佛 加持 这一转变 到极乐世界 那个花一开 你是什么身份 我们中国佛教书说的 大切大悟 铭心 见心 就是这个身份 真正 超越了 十八戒 在莲花里面 到极乐世界 花开 见负 我们的身相 跟阿弥陀佛 完全一样 这讲的 三十二相 不止 《观无量寿经》讲 不是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是 释迦牟尼佛 当年降生在印度 印度人的 风俗习惯 认为 这三十二相 是人间 最好的 最圆满的佛像 是世尊在印度 实现的 现三十二相 让大众看到这个相 声欢喜些 肯听他的话 跟他学习 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不止 要以 观无量寿经 做依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